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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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Yosifu 这是我的阿美族名字 我来自花莲玉里 靠近瑞瑞的一个小小的部落 叫马太林部落 我现在定居在英国有21年的时间 最近这两年才回来台湾做地方创生 目的是 希望第一个陪伴父母亲 因为孝顺要趁及时 不要在父母亲不在的时候 才去陪伴 第二个呢 我是希望铺一条回家的路 让流浪在外面的年轻人 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有工作做 所以我很努力的在做地方创生 所以呢 我有85%的作品 几乎瑞减到 我没有回到自己画家的身份上面去创作 但是我没有后悔 因为呢 这个对我来讲 从零到有的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艺术创作 不是吗各位 我现在部落 我在花莲玉里那个地方 成立一个叫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 从刚开始 只是一个家的概念 到最后呢 开始做咖啡 做民宿 甚至现在做部落导览 甚至我弄一个很大的艺术墙 在教堂旁边献给部落希望 透过这些艺术可以带来 部落很大的转变 所以两年之后呢 现在11月份 刚开始前半年 我们曾经有一天 连一桌客人都没有的窘境 一直到现在 我们11月份 我们接了700人次的观光团 那甚至也因为这个艺术呢 上了华信航空的 《空中杂志》的封面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艺术创作 所以我很骄傲的跟我自己说 哇 你做到了 好 各位 其实今天 我刚看到那个 其实好像看到自己的一个 倒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 我一边看 一边觉得哇 我的家乡为什么这么美 一边看我又自己掉眼泪 因为 那个 真的很难 因为你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 你又必须流浪到英国去 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你必须要生存 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真的 各位 因为在国外 生存这件事情 特别是东方人来讲 我想到外面流浪过的人 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 陪如 所以呢 我要讲的就是各位 如果我放弃了那个第17次 第18次的敲门的勇气 我不可能有现在 各位 机会不会坐在 你坐在那里 机会就会来 你必须要去敲 即便是第17次 第18次 有人拒绝你 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好 而是 只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 或是 你还没有找到一个 真正懂得欣赏你的人 所以各位 不要害怕被拒绝 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总有一道门会为你打开 那机会永远 不会是坐在那个地方 就 他自己会出现 所以我鼓励 所有在现场的朋友们 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也好 你有梦想 你就要去 勇敢的去做梦 但是 从梦想一直到 梦想的实现的完成 中间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各位 行动力 因为 你没有了这个行动力 你就无法达到 那个成功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 好高悟远 以为做一个YouTuber 他就可以成功 可是呢 如果 YouTuber不是不好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更伟大的梦想 甚至你觉得 就是只要在镜头面前 一修一修 这样就可以满足你 No 各位 世界之大 外面的世界太大了 有太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探索 去品尝 去摸索 去尝试 所以呢 各位 这个故事 我希望我的这个生命经历 可以鼓励到现场 所有的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也好 勇敢的做梦 但是要用行动力 去实现你的梦想 不管你几岁 不要让年龄限制你的梦想 还有你的行动力 OK吗各位 这个很重要 不要因为你的年龄 去限制你的行动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在我介绍我的作品之前呢 我想邀请大家 看一排字 勇敢的不一样 各位 很多人 都因为在儒家的思想 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 就是要合群 可是合群 就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的个人特色 甚至没有办法把你的声音说出来 所以勇敢不一样 好重要 各位 不管是你的肤色也好 你的打扮也好 或是你说话的样子 或是你做的事情 勇敢不一样 第二个 各位 勇敢的去尝试未成尝试的事物 很多人啊 他们一辈子都在梦想说 有一天我要去滑雪 有一天我要去参加泳装的比基尼比赛 或是选美小姐 可是呢 他们都不敢去 为什么 就是少了那个一步 那个踏出去跨一步的这个勇气 勇气很重要 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各位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都活在师长爸爸妈妈 或是其他人眼光当中 但是 曾经何时我们好好的问过自己 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是要满足爸爸妈妈的梦想 帮助他们完成他们没有办法的梦想 还是这个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们可以勇敢的跟爸爸妈妈说 No 因为这个不是我要做的 是你想要做的 这个是在亚洲的社会里面 很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 因为生命是我们 是父母亲给的没有错 但是生命的主权在你自己 各位 还有另外一个 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 一样 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法色 像各位 你看我这个法色 我以前是喜欢黑色的头发 但是我今年我把它染成灰白色 各位 我以前的头发是黑色的 因为 刚刚有看到吗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要改变 因为我觉得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主持人 哇哦 他虽然是灰色的 但是看起来非常有个性 而且有那个魅力在 我就告诉我自己 其实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一直在想要做这件事情 果然今年我染上去 刚开始染的时候 我还很害怕 会不会看起来很老气 可是我染上去了之后 哇哦 我变成银湖 sexy的那个silver fox 所以我不但不会 别人不但会觉得 不会觉得 我看起来嫌老 反而觉得很有个性 所以我如果没有勇敢地 就跨出哪一步去染我这个头发 我不可能发现 其实我也还有其他颜色的可能 好 还有 这个勇敢地染七头发就像我了 勇敢地说no 刚刚之前讲的一样 各位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很害怕 告诉别人 我们自己心里面想要做 或是害怕得罪别人 我们都会说 OK 好 可是呢 到最后呢 最后的负面会流到你自己 因为呢 那个不是你真正想要成为的自己 或是想要表达的 一个东西 或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勇敢地说no 我们才有足够的主权 去成为 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这个勇敢地去拥抱 曾经伤害你的人 各位 很难对不对 好难喔 我的爸爸小的时候 我非常讨厌他 因为他只要回来 他就会揍我们 然后我们只要听到 爸爸的光阳一二五的声音回来 我们就开始躲起来 我们只要爸爸一出现 我们就离开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很凶 他常常打我们 后来呢 我决定原谅他了 我去拥抱他 我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 我到了国外 我开始去想 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 他小的时候 是日居时代的爸爸 也是这样子毒打他 他小的时候 三岁的时候妈妈就走了 五岁的时候呢 他就被迫要去放牛 他没有机会去读书 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恨 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面 长大的人 你如何去要求他 也会用爱的行为 还有语言去拥抱你 所以在那一刻 我原谅了我的爸爸 所以现在我可以去抱他 当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人背后 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学会饶恕 Never try never know 你不是你怎么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少了一个动作 勇气 勇气非常的重要 力量从哪里来 不是别人给我们 在这里 就是你自己 勇敢地跨出那一步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几件作品 对我来讲 是我这几年来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 包含 2018的 美国纽约地铁 机场捷运 台铁的普悠玛号 还有去年我拍的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包含 今年的Rose Royce 老师莱斯的这些 这些 跟这些都有关 我邀请大家 欣赏一下三件作品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就看五件作品 好 各位 这件作品呢 它叫做 Can't Speak 说不出 大家看得到吗 这个讲的是我小的时候的成长记忆 我小的时候啊 过去有一个德政叫说国语运动 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学校被禁止说妈妈的话 所以客家话 闽南话 原住民的话都没有办法说 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孩子 已经没有办法把妈妈美丽的话 给说出去了 这个是我在之前在London 得了首奖的作品 因为他们看见背后的 那个故事的重要性 第二件作品 这个叫做I Hear Myself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其实就是刚刚那个片子的 那个最后的一个注解 过去啊 我对自我的认同非常非常的薄弱 甚至我会埋怨我的身份 我为什么要是阿美族的孩子 因为到学校或是出社会的时候 别人不是骂我们三地人 出社会的时候讲得更难听 说我们是华纳 各位 华纳在英文里面翻译的是 Savage 野蛮人 这个很难听的各位 可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些 那我曾经因为我身上的肤色 可以我感到自卑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到了英国去之后 很多人都在问我 Hey Jimmy 我英文名字叫Jimmy 就说 结果你这个身上的颜色 是从哪一个健身房 去塞出来的 为什么可以塞得如此的均匀 我那个时候 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问我 我就说我这是天生的 他们说No way 然后呢他们就要 连我那个太阳跟月亮都照不到的部位 都要拉下来看一下 有看到吗 那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哇原来在东方人眼中 这种脏脏黑黑的肤色 却是他们欧美最性感的 最好看的Honey Brown 蜂蜜焦糖社 来宾掌声鼓励 所以我回到英国 我回到部落之后 我也把我这个经历 告诉很多部落的孩子 所以我也拯救了很多部落的黑孩子 好好的爱他们的肤色 因为各位 原住民有很多的孩子 普遍缺乏自信 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 而是 请大家不介意我这么说 是社会大众不友善跟不成熟的对待 各位 不管谁先来谁后来 我们都在这个土地上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好不好各位 如果下次你们看到部落的孩子 那些黑黑的孩子 麻烦给一点赞美 他们有一天 也会成为台湾的祝福 不是吗 跟我一样 好 最后一个 好 有一件作品 最后一件作品 好 这个作品叫Can speak 这是我的弟弟 各位 我们家的男生都长得很帅 爸爸妈妈做人很认真的做人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是蓝色的各位 这个叫飘流木 最副 因为是代表河水的颜色 过去从荷兰时期 清朝日去国民政府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人数少 当大军来的时候 我们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飘来飘去 所以就像飘流木一样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他们有机会受到教育 我们期许现在的年轻人 可以好好守护自己的土地 拒绝再当飘流木了 各位 时间的关系 因为前面的工作人员说只有one minute 好 最后的one minute 我要跟大家分享 各位 一个人的生命定义 还有他的未来的发展 甚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 你是生命的一个主权 要放在自己的手上 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想要什么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完全在你自己 永远不要放弃 你心目中那个一直想要做 但是没有做的事情 那never try never know 我用这个注解来鼓励大家 希望这句话可以带给大家内在的力量 谢谢